龙是中国神话传说中出现的一种动物 拥有蛇、鲸类等动物的特征 一直以来 人们认为龙只是神话故事中的神兽 在现实社会中是一个不存在的生物 但有一种观点认为 龙在古代是存在的 因为十二生肖都是真实动物 不可能唯独龙是虚构的 之所以现在见不到 与环境有关 龙的数量已经极其稀少或是早已灭绝了 证据有以下几点 一、东西方的神话中都有龙的传说 相传中国的人类始祖福西、女娲、建龙生人手 华夏民族的先祖炎帝、皇帝 传说中和龙都有密切的关系 相传炎帝为其母感应神龙首而生 此后化为赤龙 刘邦声称自己是其母与龙交合所生 除了中国 欧洲文化中也有龙的传说 不过与代表祥瑞的中国龙不同 欧洲龙是一种邪恶的传说生物 在希腊、巴比伦神话以至基督教、北欧神话、卡尔特文化以及英格鲁、达克逊传说都有龙的传说 可见龙并不是中国人杜传出来的 二、文献记载 根据商代甲古文补辞记载 当时芳国中有称为龙的 龙可能最早就是这个芳国的图腾 代表该族降生的祖先 根据左传记载 一名叫董父的人是最早会养龙的人 也被称为玉龙氏 史记还记载了下朝的第十四位国精孔甲得到了两条龙 一条是在黄河捡的 一条是在汗水捡的 有意思的是 两条龙一词一雄 正好一对 但孔甲不会养龙 差点养死 于是就让一个叫流泪的人信仰这两条龙 流泪也被封为玉龙氏 沈阔在孟西比潭记载了辽太祖耶律阿宝基曾蛇杀过一条龙 另外在宜坚智、蓄宜坚智等也记载了此事 史书记载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 黄龙出现在武阳赤水 逗留九天后离去 当时曾为此黄龙出现之地建庙立碑 东晋永和元年四月 有一黑一百两条龙 出现在龙山 燕王慕容晃清帅朝臣 在距离龙二百多部的地方 举行了祭祀活动 而在临安普至 唐年普路 永平普至中都有龙的记载 三媒体报道 最著名的就是 1934年7月28日 圣经时报报道的银口智龙事件 据目击者回忆 1934年7月 人们在辽宁银口时 大辽河下游田庄台地区 发现了一条活龙 已经奄奄一息 坠落在河口 附近十里八乡老百姓都闻讯赶来 很多人都亲眼目睹这条龙躺在地上 由于天气炎热 人们为坠龙支起凉棚 不停地挑水往龙身上浇 附近寺庙的和尚也赶来 每天围龙做法超度 此后二十多天时间里 由于当地连降暴雨 这条龙便神秘消失了 没多久 辽河北岸东小街一农民 顺着新处位寻到芦苇丛 当它发开芦苇后 发现早已死亡多日的类似龙的生物 躺在芦苇丛中已经鼓烂 圣经时报派记者报道 还派设了银口坠龙的遗骸 发表在报纸上 此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据 1982年 考古人员在辽宁省复兴市的茶海遗址 发掘了八千年前的古墓 其中出土了一条红褐色丽颜百素的 全长19.7米的石堆素龙 龙头部最宽的地方约两米 龙的造型呈昂首张口 弯身功倍状 后来在1987年 河南蒲阳养勺文化遗址 出土了距近6600多年前的龙土案 另外在1996年 贵州安顺关岭县新库乡 出土了新中国龙化时 龙手上有一对对冲的龙脚 与神话中所描述的龙极其相似 而其中最著名的是 大阪的瑞龙寺收藏的龙标本 相传是在明治四年 有一个中国农民经过河边时 看见了一只奄奄一息的龙 将他打昏 带到港口出售 被一个日本商人购买 献给一位叫做明泽的大将军 这位将军看到这条龙后 爱不释手 后来这位将军得了一场怪病 人们认为是龙的灵 未能安棄之骨 所以便将这条龙安放到瑞龙寺里 从外表看 这个标本确实非常接近龙的形象 如果这真的是龙 那就是个实锤证据了 但是 该次视此标本为神物 对于科学考察的要求一律回绝 所以这到底是不是龙的标本 尚无科学结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